即时新闻综合报导,美国五角大厦日前发布国防战略报告,将战略方针从恐怖主义转为对抗中国、俄国。 美国会在当地时间周二针对是否准备好雨中、俄开战进行听证会,过程中台湾也成为关注焦点之一,认为中国可能以大规模导弹袭击台湾军事设施。 根据美国之音报道,美国会军事委员会邀及国防部长马提斯、James Mattis及其他专家学者就美国是否准备好与中俄开战举行听证。 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总裁麦肯、Thomas G. Mark Duncan在作证时提出美中因台湾陷入战争的情形。 麦肯指出这场战争极有可能是以大规模精准导弹袭袭击开始。 不仅台湾的军事设施将受到打击,美国在日本关岛的部署也会面临威胁。 直问美国及其盟友准备如何。 麦肯认为这样的打击将会对西太平洋的美军带来重大损失,在国际水域的中国潜艇也会对美国本土军港造成危害。 OK! 明日快点来!